現在我們離開酒店 究竟這個愛沙尼亞的位置究竟有多大 這個地方總面積的位置是12303公里 在波羅的海三小角裏面最小的一個國家 可以這樣告訴大家 在這三小角裏面的話 我們由大國玩到小國 為什麼? 最大的三小角方面屬於南韓園 接著就到這個叫做拉條維亞 其實就是我們現在這個愛沙尼亞的地方 這邊的地方方面 有些小朋友問 為什麼一路沿路上來的話 都是見不到什麼山脈 的意思是真的 因為我們一路向北走的話 就很少一些高山 大部分的高山方面 都位處於東南邊的位置 而另外整個愛沙尼亞的總人口方面 就差不多是130萬左右的人口 130萬的人口 只不過是香港的大概是五分一座的人口 所以就非常 以地方的理計 就是地方大 人口少 還有就是在這130萬的人口裡面 愛沙尼亞人口 就佔了差不多70%左右 其次就是一些俄羅斯 烏克蘭或者白俄羅斯人 還有有少數的就是屬於芬蘭人 或者猶太人的為主 這邊的問題 然後還有就是被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同聯體 解體了之後的那段時間 也是他們最主要的節日 還有還有就是不知道 那天有門原來愛沙尼亞這個位置 有一樣的大家電話上面 所用的APP是很出名的 不知道停日門有沒有用過 我想現在應該大部分電話上面 都會有用的 在這個節能電話之前 電腦很廣泛使用 還有沒有Facebook 沒有WhatsApp之前的話 就最先的叫做免費的電話 就是由愛沙尼亞的人士去研發出來 是什麼呢?Skype 各位 Skype Skype就在這裡 沒有Facebook 即是沒有Facebook 那段時間就沒有選過大行李 我們這個酒店 還有就是WhatsApp 這些物品那時候 都沒有選過大行李 那麼最早最早的 在網絡上面的一些免費物品 就是由Skype開始的 什麼時候呢? 三年八月的時間 很多位 你看整個地方在這裡 因為現在近兩三年的理解 在我們香港 即是亞太區域的話 多數的團友們 都會用WhatsApp 或者用微信 甚至近兩三年的話 就會用Line 因為Line的公仔方面 十分之有趣 所以的話 就令到這三個 叫做 一些Apps方面 就可以長了 大部分Skype的資訊 不過大家既然來到愛沙蓮 都要告訴大家 這些科技方面 都是屬於愛沙蓮 所以研發出來的 對不對? 那次團友們 我們一度開始 開到舊城區的時間 你們也會看到 有很多的一些公司 或者一些工廠 在這一大位置 為什麼? 第一 如果你們看到 左手這個位置 火車站 這個火車站方面 可以去到波蘭的地方 各位 如果你們一路沿路上 走高速公路的時間 應該有發現到 由拉叫維亞 南陶宛 甚至乎 就是這三個地方 中途沿路上 都會有火車站 這樣 就是一路由這個位置 開始開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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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 開到其他一些 叫做西歐國家 都可以的 這樣 除此這個陸路之外 還有的就是船 各位 其實呢 我們今天下午四點半鐘的船 亦都是在火車站旁邊的位置 因為火車站的問題 旁邊的樹 所以遮住了油涼碼頭 如果以平時計算的話 就可以看得到 那個大燕的士路錄網 這樣 不過不要緊 我們下午的時間 亦都會見到 有一次的問題 就問了 今天我們坐在船方面 我們今天坐一次 還是坐到自船 我們今天坐一次算 各位 由這個塔林的地方 坐過去芬蘭首都 客義新基的位置 今晚我們在芬蘭那邊 就住一晚的 這樣 有些團的話 就不是由這一邊的位置 坐船過去的 有些 好像我們有些九田團的話 就在瑞電首都 西德哥爾摩 住一晚船 就過到來塔林這個位置 塔林這個地方就不住的 因為為什麼 一早十秒鐘就會下船 下船之後 就移到觀光的位置 觀光完畢之後的話 就會是 上船 去到芬蘭的地方 這樣 這樣 我們這次行程方面 就比起那些行程 就更加舒服一些 因為最少在 這個 愛沙尼亞的首都方面 我們住一晚 這樣 另外 剛才我所說的 游泳碼頭 就是在大家左手 哪個位置 嗯 在這個煙通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今天我們下午 四點五分鐘的話 就會到達這個 游泳碼頭的位置 那時候 才會慢慢介紹 這個游泳上面的東西 我們首先 首先 我們去到 當地的皇宮 那位 這個皇宮方面 是很出名很出名的 在外沙尼亞 是很出名的 但是 一個建築風格 都是以我國式的建築風格 那麼多位 為什麼這麼說呢 那麼 這個皇宮方面 就是一出一百年的時間 俄羅斯的沙皇 尼德大帝一世 就在這裡 起一個建築 就是巴洛克式風格的下宮 那麼多位 那麼我們問 那麥比德大帝一世 有沒有來過這裏住過 是完全沒有的 那麼多位 那麼純粹 純粹 那麼 打算在這裡起下宮的時間 放第一塊的磚頭 在這裡之後的話 從此就沒有回來這一個位置 那麼 為什麼會起這個下宮 就是起給她的太太那麼多位 起給她的太太而所做的一個下宮來的 但是因為她身兼很多事務要做 所以的話 就這個下宮方面 只不過是告訴大家 我們一會兒去到的時間 已經是完全改變了 為什麼 大家行程表上面所寫 就是卡德里奧皇宮 豁絕 我告訴大家 那麼多位團友們知道 在俄羅斯帝國的時間 或者沙皇時期 和蘇聯時間的管治 一些神述的壁畫 不過我每一次去的時間會有不同 我上一次 上一次我來到這裡的時間 看這個宮殿 就是屬於差不多年半之前 之前的時間的話 就放一些沙皇時期的壁畫 近來有些同事來過 就說已經沒有過了 這個塔林首都最繁華的一邊 剛才那邊的位置 就是一些最大的隔壁貨公司 還有就是一些很出名的酒店 那麼可以這樣說給大家聽 雖然這個地方比較細 但是在於塔林這個地方方面的話 酒店是很多的 酒店是非常之多的 如果團友們 剛才有留意到大家 左右手邊的窗口的時間 你會發覺到有很多的酒店 不同形式的酒店 不過呢 全部它的附屬產品就是賭場 這樣 那麼站在市中心的位置的話 大部分地方都是有賭場的 那麼多位 那麼前方的位置 前方的位置 就即將到達卡德里奧皇宮 那麼現在視野方面的話 是10時 10時 我預計給大家進去裡面 參觀一些藝術品 還有外觀拍攝花園 大概你遇到 是一個小時多一點時間 一個小時多一點時間 給大家在裡面、外面 花園的位置拍照 我預計的是 11時3時上班車 好嗎 11時15時上班車 11時15時上班車 但是外面的氣溫方面 都是比較冷的 除了皇宮的裡面 請那麼多位記得 我們現在所參觀的皇宮 我們現在所參觀的皇宮 是以前一些食飯廳 正式卡德里奧皇宮方面的話 由古至今到現在 現時為止是沒有開放過的 那麼多位 是用圍欄來圍住了 我們只不過是參觀當時皇宮 所附設的食飯地方 好嗎 這樣 好 各位 全方的位置下車 除了皇宮的附設 可以有室內之外 其他全部都是室外 好嗎 看到沒有那麼多位 這個就是我剛才所 簡稱天鵝戶的位置 這是天鵝戶 待會我們會走到這邊上車 11時15時 好嗎 看到天鵝在這裡 各位 天鵝在這裡 這個地方 或者我們現在所身處 在現在這個位置 那麼在沙皇的時期的話 這個地方方面 就不是叫做愛沙尼亞 也都不是叫做列巴爾 叫什麼呢 叫做列威里 那麼多位 這個地方在沙皇的時期 是叫做列威里的 那麼在蘇聯的時期的話 就再一次改名 變成塔林的地方 那麼 看到那麼多位 前面有個天線 這個天線方面的話 就是當時 就是愛沙尼亞的話 為了紀念出海的士兵 由這個位置開始出海 去到芬蘭灣中途的時間 這輛船 因為遇上一些風浪 以及擱淺了的關係 令到在船上的 就是當時二萬名的乘客 就是不見了 回不了回頭的 所以這個天線呢 就代表當時他們叫做和平的象徵 也可以這麼說 就是當時愛沙尼亞 還有就是在芬蘭的時候 曾經有一段的時候 就是有少少的叫做僵詞 這個就是天線的地方 那麼我們一路向前走 向前走的話 就回到剛才我們所 眨眼間見到的中國大使館 各位 在哪個位置呢 都不夠中聯辦大 在這個地方方面 在1154年的時間 塔林的話 就被這個 無可密德的 叫做伊德里西亞 在記載裡面當中的話 就是靜口 在這個世界地圖裡面 就剛剛好標注住了 這個地方 各位 還有就是 在東斯拉夫的時間 東斯拉夫的時期的話 這個地方也是叫做 是阿里曼的 阿里曼的位置 這樣 就因為呢 源自於 愛沙尼亞人的 神話裡面的 英雄裡面當中 叫做卡列夫 那麼多位 卡列夫這位 的人士方面的話 就是當時 戰無不勝的 如果團友們 還有記憶的情況下的話 就我們剛才 在這個卡德里奧皇宮 未進去皇宮之前 在天鵝湖的地方 沒有卡德里奧銅像 在銅像的樓下的位置 有很多的壁畫 有一些的神話故事 還有就是 我介紹過一幅的 叫做軍隊 那麼就出征的時間 在愛沙尼亞人的 最出名的將軍裡面當中 叫卡利夫這位 的人士 差一點點 那麼多 就已經是可以 迎取了當時的戰爭 但是就無可厚非 就一些 預言家的情況下的話 那麼在天空上面 就飄落一枝 白色的十字旗之後的話 就令到愛沙尼亞人 在這場的戰爭裡面當中 就是有一個失落感 還有就是 將這個土地方面 那麼見到那麼多位 正前方一座的大廈 建築樓上面的地方 見到半月形和星星的馬 嗯 蘇聯時期的一些建築物品 最特別大的象徵 就是這一種這樣的建築方法 蘇聯的星星 蘇聯的星星 是吧 這個 左邊 看到嗎 很多地方已經拆掉了 很多地方已經拆掉了 共產黨的正面 將來都是成為警政 只是保存一座的建築 1954年的時間的建築物 模仿當時的年齡大廈 嗯 呢 yes 對 哦 還是一樣的 欸 哎 這個是 會 但是如果你說說到外圍的形式 哪一間正是最大間 就是離開了俄羅斯之後 他的東正教的教導方面的話 哪一間正是最大間呢 其實是芬蘭夏爾辛基的間 這一間方面就差一點 為什麼呢 所有的東正教堂方面 要知道這間教堂的大小 就是看他的洋蔥頭 請各位記得洋蔥頭方面 不是芬蘭教的專利 其實是芬蘭教的寺廟 多其時參照東正教的園頂 去到所設計狀態 而是因為代表一枝蠟燭的火把 各位是一枝蠟燭的火把 那個火光的形狀 各位 而不是洋蔥頭 在東正教裡面來說的話 是教堂的 所以東正教方面的話 是走回最傳統的祈禱儀式的 在座團友門 應該有些是天主教 有些是基督教的 你們都知道去到祈禱的時間 是有登座的 唯獨是東正教方面的話 是沒有登座的 所有的東正教堂裡面的話的話 是兇嬌嬌的 甚至乎皇帝去到這個教堂裡面 參拜的時間也好 都是不能夠坐的 只有皇后 皇后只能夠坐而已 因為為什麼 他每一次去到教堂祈禱的時間 為了不想失禮 就是一些叫做教廷上的事情 所以的話 他每一次去到參拜的時間 皇后 身上所帶的金色方面的話 比起自己的體重環繞再重 那麼 為免皇后方面 就不能夠支撐得那麼久 所以只有皇后才會有得 才有的祈禱和祈禱 所以為什麼沒有得錯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們用最虔誠的形式 暫留的方式去到旗圖這個位 所以一會兒 進去這個東正教堂裡面 參觀的時間的話 聖母們要注意 聖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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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就是 聖母們會看到 有一些東西的話 好像又好像是在天主教出現了 有些的物品又在基督教裡面出現了 也有些東西是在伊斯蘭教的寺廟裡面出現了 是什麼呢 就是大家一進去裡面的時候 進去裡面的時候 你會見到一個叫聖場 東正教裡面的一個叫聖場 聖場中間有道門 道門 旁邊站了兩個位的人士 一位坐在這裡的就是聖母 抱著聖靈 耶穌就在旁邊 就是另外一邊的位置 在耶穌和聖母在旁邊的地方 你會見到 有一位天使 有一對翼那位 那位的天使方面的話 就叫做大天使加伐煉 這樣 在天主教 在基督教裡面的聖經裡面當中 大天使加伐煉是出現過的 這樣 他的名字方面也都沒有改過 還有就是在伊斯蘭教的可蘭經上面裡面當中 阿拉的真言 全部都是經由大天使加伐煉 傳給無可問得的先知 這樣 所以有些朋友們 如果很了解清楚 小小的宗教情況底下的話 其實大家是有相連相關性的 這樣 那一會兒 我們在下城區的位置 我們在下城區的位置 先會再上車 好嗎 我們不會在哪個位置上車的了 因為現在這個位置 就會帶大家下車之後 下車之後 記得下車之前 看一看自己 現在看一看 座位前面的網 有沒有下東西 好嗎 或者相機、電話、銀包 沒有在前面的網 臨下車的時間 就再看一次 座位 與座位中間的那條位置 有沒有下東西 有沒有下東西 好 這樣 那些物品都沒有了 起床 下車的時間 再看一次上面 有很多樣子 然後離開車之前 看一次大家腳底的位置 好嗎 看完沒問題 之後才慢慢留下位置 拿回大件行李 好嗎 好嗎 大家給我最後一個小費 剛才我已經給了師傅 我已經給了師傅 我已經給了師傅 那田友們就說不是 我覺得師傅這幾天裡面 他的服務方面都不錯 想壓外給小費 的話 一會兒可以自己拿行李 拿大件行李的時間 可以自己給他 那田友們就問我們了 但是如果真的要給的話 壓外給是會給多少呢 那田友們多數都會給 大概五元左右 歐羅 這樣就可以了 好嗎 這個沒有特意說是要給的 就是覺得可以的情況下 就自己到事 給他吧 好嗎 大致上就這麼多了 碼頭方面看到嗎 在大家的左手是哪個位置 轉到一個彎就到了 這樣 所以就準備了這麼多位置 這樣 來到芬蘭的時間方便 那麼多位置 我們就大概預約兩小時的船程 兩小時的船程 好嗎 四點半開船 準時六點半就會到的了 好嗎 那我們就吃完個晚餐之後的話 吃完個晚餐之後 看天氣情況 如果不算太晚的話的話 就看多個景點 如果天氣已經黑曬的話 就會直接回酒店休息 好嗎 這樣 今晚的話 就回酒店之前 就會帶大家 再出來 好嗎 就算不是 價錢貴到不如不走 那就不是 你可以體驗一下 芬蘭裡面的超市 有多大間 真的好大間 這麼多位 大到就是 好像大家平時走著 現在的家具 那樣的 它不是三層樓高的 它是一層樓高的 平面面積 好像層間 現在的家具 這麼多位 還有就是 如果家庭有門 如果做開五金